教学内容为地培门日常教学习惯 游戏规则可能有些微调整 建议的地宝们请再参阅说明书哦 本影片由艾乐士弹注播出 本草 在古代历史中 本草学是十分重要的医药文献 玩家扮演身处文艺肆虐时代中的药师 学习并推测解药的组成 借此找出平息瘟疫的本草秘方 顺利者将获得神农药师的美名 游戏设置 为了帮助玩家更简单操作游戏 可以另外准备纸笔来记录 也欢迎在官方网页下载并列印记录纸与纸质挡板来使用 让游戏进行更加顺畅 本游戏有不同的难度可以游玩 选择以下其中一种难度 并拿取对应的行动卡放在桌面中央 若是初次游玩 建议可只选用求药与解药动作卡 将7张药引卡分别面朝上放置 让大家都能看见 将14张药材卡面朝下洗匀 随机抽出两张 面朝下压在解药行动卡下方 其余的牌平分给所有玩家当作首牌 首牌为隐藏资讯 药材卡的左上方会置有该色的张数 红色两张 黄色三张 绿色四张 蓝色五张 这些资讯在游戏中会提供你帮助 将奖励分数片放在一旁备用 最后每位玩家选择一种颜色 拿取该色的试药标记与解药标记 这样游戏设置就完成咯 游戏流程 游戏可能进行数局 以下为一局游戏介绍 选择一位玩家为骑士玩家 轮到你的回合时 依序执行以下两个步骤 执行完毕后 顺时钟轮到下位玩家的回合 以下为步骤介绍 步骤一 移动试药标记 你必须移动你的试药标记 到其他任一张药引卡上 不能停留在原地 一张药引卡上 可以有多个试药标记 步骤二 选择行动 接着你选择此次游戏 有使用到的其中一张行动卡 并将公用行动标记 移动到该行动卡上 实行该行动卡的功能 以下为行动卡介绍 问药 根据你目前所在的药引卡上的两个颜色 从手牌中选择其中一个颜色的一张药材卡 将它面朝下 秘密给予另一位玩家 该玩家查看后 收下当作自己的手牌 并诚实地公开告知 他的手牌中 有几张另一种颜色的药材卡 例如 米长将试药标记移动到 红蓝药引卡上 并秘密给予挂包一张蓝色药材卡 则挂包必须诚实地公开说出 它有几张红色药材卡 注意 如果米长将试药标记 移动到同色药引卡上 且给予挂包一张蓝色药材卡 挂包必须诚实地说出 它有几张蓝色药材卡 包含刚才米长给他的那一张 味药 根据你目前所在的药引卡上的两个颜色 从手牌中选择其中一个颜色的一张药材卡 将它面朝下秘密给予另一位玩家 该玩家查看后 收下当作自己的手牌 并从手牌中将另外一种颜色的药材卡 全部交还给你 如果没有则不用归还 例如 挂包将试药标记移动到红绿药引卡上 并秘密给予黄猫一张红色药材卡 则黄猫必须将它手牌中的所有绿色药材卡交给挂包 注意 如果挂包将试药标记移动到同色药引卡上 且给予黄猫一张红色药材卡 则黄猫要将手牌中所有红色药材卡归还给挂包 包含刚才挂包给它的那一张 主要 根据你目前所在的药引卡 选择一名玩家和它要求药材卡 该玩家必须依照药引卡上的两个颜色 分别给你各一张药材卡 若它的手牌中只有其中一种颜色 则只需给你一张 例如黄猫将试药标记移动到绿黄药引卡上 并选择向米长要求药材卡 米长必须从手牌中拿取绿色黄色药材卡各一张交给黄猫 注意 如果黄猫将试药标记移动到同色药引卡上 并选择向米长要求药材卡 米长可以自己从手牌中选择两张相同颜色的药材卡交给黄猫 但是如果米长手中没有任何两张相同颜色的药材卡 则不必给黄猫任何一张卡片 求药 根据你目前所在的药引卡上 选择一名玩家和他要求药材卡 该玩家可以自由选择要给你哪种颜色的药材卡 但需给予该色全部的药材卡 如果该玩家完全没有此两种颜色的药材卡 则不需给你任何卡 例如 米长将试药标记移动到红蓝药引卡上 并选择向挂包要求药材卡 则挂包必须将手中全部的蓝色或红色药材卡交给米长 由挂包自己选择要给哪一种颜色 注意 如果米长将试药标记移动到同色药引卡上 挂包必须自己选择一种颜色 并将该色的所有药材卡都交给米长 解药 如果你认为你已经知道 压在解药行动卡底下的药材卡是哪两个颜色 将你的解药标记 放置在你认为是答案的药引卡上 若你认为两张药材卡为相同颜色 则将解药标记放置在同色药引卡上 只要有某位玩家选择解药 其他玩家可以依照顺时钟方向 依序决定是否也要放置解药标记 解药标记有两面 若你放置标记时 该卡上没有其他人放解药标记 则你将answer面朝上 若你放置标记时 该卡上已经有其他人的解药标记 则你放置时follow面朝上 若你不想解药 也可以选择不放置解药标记 当大家都决定好后 由第一位放置标记的玩家开始 依序秘密查看解药行动卡下的药材卡 如果你解答错误 则你失去该解药标记 不能将答案告诉其他玩家 并将药材卡盖回 轮到下位有放置解药标记的玩家查看 如果你解答正确 将药材卡打开 恭喜你成为解答者 注意 如果游戏中仅剩一位玩家 拥有解药标记时 他必须立刻执行解药行动 游戏结束 如果所有玩家都解答错误 则一局游戏结束 但如果仍然有其他玩家 尚未选择解答 则该局游戏继续 之后轮到解答过 但错误的玩家时 将跳过他的回合 但他依然可以被其他人 在游戏中的玩家 指定为动作的目标 当有某位玩家解药成功 或是所有玩家皆解答错误时 一局游戏结束 解答成功者 获得三点奖励分数 跟随正确的玩家 可以获得一点 跟随错误的玩家扣除一点 当有某一局游戏结束时 有其中一位玩家的分数 达到六点 则他立即获胜 取得神龙钥匙的美名 若是平手 玩家可选择再进行一局游戏 直到某位玩家分数 成为最高为止 恭喜你会玩本草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博根地官方来 快搜寻LINEID 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